卡带机调模视频现在开始 首先根据选择2.6标准的 机器自带空手 我们空手到左上角火光料的地方去 这个地方也叫支援点 我们确定.2HB就是支援点 再空手 空手下来 我们这里要激光开始切钩了 我们先找到中心点 切钩的地方 确定.411切钩开始 就是机关打开了 我们这个压码是切钩一个10厘米的带口 我们带口一般都是1.2宽 就是上一个6毫米 下6毫米 我们看数字 斜上斜下就是6.0的 我再回到中心点 这里是归零的地方 确定 再直接拉过去 大家根据自己带口的宽度设定 如果1.8就是9个毫米 像我这个1.2就是6个毫米 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到了直线切钩口的结尾的地方 我们点确定 再斜上去6个毫米 确定 再回到中心点 结束的地方 点个确定 再斜下 下方写下6个毫米 再点确定 在11月1切割结束 确定 再控制 再控制到我们第一个停车的位置去 确定以后再点11月1加个上站停 加控制下 加了暂停以后 我们再改为1.5 1.5 我们要开始车缝的位置 左边鱼 鱼的激光 那个脚点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十字做比较蓝色的 在那个激光切割开始的地方 那个脚点的地方 稍微偏左一点点 这样就不会爆脚 好了 我们就点一下确定 我们点开自动倒缝 倒缝 点中间 全部倒三针 结束也倒三针 确定 我们再往右面拉 拉到右边结束点 那个脚的地方 再多那么半针 看那个蓝色十字做比较确定 这都是自动倒缝 我们再改为空送 空送到左边 左下角 也是那个脚点的地方 再多那么半针 我们按确定 确定了 我们再点开自动倒缝 我们再往右边 那个脚点的地方 再多那么半针 这样就不会爆脚 好了 我们就点确定 这都是自动形成倒缝的 刹打 烟滴 重温行道 确定 我们自动给个号码 确定 我们开始 远远点 试车一下 切割开始 再放电车缝开始 自动倒缝的 这边也是自动倒缝 好了 大家学费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